用一种最本真的方式 温暖的 轻松的 不插电的音乐形式实际上是 它体现了一个就是 不管是歌手还是乐手 做音乐的人的最本真的一个演出状态 让观众看到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 用最最简洁的技术手段 但是用最高超的演唱跟演奏技巧 来向大家呈现一个 就是原汁原味的 我们音乐最本来该呈现的这么一样 它的这个最早的呈现是在 美国的一个就是MTV节目里面 他们做了一个类似这种 不插电的演唱会 不插电这种方式可以说是 在现场演出里面对艺人 还有对于乐手来说 算是一个难度最高的一个表演老手 最重要区别 它没有那么多的技术手段 就是没有那么高的 就是大家看到是一宏伟的那宝大的场地 绚丽的灯光视频 然后庞大的制作舞团 还有那个就是什么机械升降 包括很厉害的那个电子的音响效果 它那都是用原声演习 然后呢艺人都是真的是用他们自己最最拿得住的能力 最有把握的能力来向大家演唱 然后乐手也是每个乐手都是用自己最高超的技巧 来跟它相配合 所以不插电的震撼 跟我们看大型演唱会的震撼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不插电会更加的直击人的内心 就让大家一下子就能体会到 原来他们这帮做音乐的人是这么在做这个事情 其实对于观众来说 他欣赏任何东西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 他肯定是带有一个好奇心 其实不管你是一个宏大的演出 还是一个特别质朴的演出 对于观众来说 他就带着他喜欢的这个心情来就好了 我们给观众更大的惊喜 观众可以更清晰的听到歌手的 就是他没有任何修饰的演唱 然后听到更好的更干净的音响效果 然后观众我觉得可能会对这方面会更喜爱 其实我觉得演部差点气质特别重要 作为这种比较小型的 真的展现自己本身实力的演唱会 它是另外一种气质 所以说现在这个配置能够帮助陆寒来达到 大家完整统一的呈现这种气质 所以说你可会用到有两个电弹手 其中有一个是专门弹三角钢琴的 一般很少 像很少很少有演唱会上面 会真的去用三角钢琴 包括我的三个吉他手 加上一个口琴手 这个架构都是能够很好的 在这场演唱会上帮助陆寒去渲染 他这次不插电演唱会 要宣示这个气质 包括我还有一个贝斯手和一个鼓手和小打乐手 但是我可能演出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小提琴手 肯定是有的 因为我觉得它是很好的一个唱令 R&B的歌手 我觉得它在这方面功力还是蛮深的 所以说你看像我就有一些 比如说像改编像林俊杰的歌 整个编曲上面 我还会把原来的歌变得更加的稍微偏爵士化 然后包括像陆寒自己的歌 像有一歌叫某时某刻 其实还是个挺复杂的歌 难度还是蛮大的 但这回像我们的编曲 我就给它编到一个尽量有点像 就是我希望在用一个这个acoustic 就相对比较就原声的情况下 能够还能呈现出一种Draman Bass风格的 而且我觉得陆寒演艺这种风格 是应该是非常能够清澈熟录的 所以我也是根据陆寒的风格来 想我们这回的整个编配 还有整个这些音乐 如何能够大家能够 这音乐队跟陆寒能够在一起 产生很好的化学法 是综合素质 当然也许可能有很多前辈们 他们的唱功是很了得的 都是非常大的唱将 但是在音乐的涉猎门类 及接受度上面 我觉得像这些90后的歌手 甚至更年轻的歌手 他们会很容易的去抓住 一些新的一些音乐特点 实际上这也是我在一直在追寻的 因为虽然说我比他们大很多 但是我也就是希望能够 学习很多新的新的东西 然后用到我们平时的音乐制作上面 这年轻的歌手 他们就接受的东西特别快 而且很多东西一点就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项 我们希望给到所有的人 一个升级版的陆寒 因为大家以前都知道 他是个很好的偶像 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事情来说 我希望大家真正认识到 陆寒是个非常棒的歌手 咱们这次的演唱会的主题 叫好久不见出来的聊聊 当时我一看我也觉得特别感动 我希望它是一个温暖的 轻松的 然后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好的 身心和精神感受的这么一场演出 同时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充满期待 充满了这个温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